一节恐怀 法归本性 今顺慕信成正果 心缘慕母和丹元 共登极乐世界 同来不二法门 经乃修行之总经 佛配自己之元神 凶和地会成三气 遥语魔色应五星 剪出六门去 极富大雷音 却说那呆子 被一窝猴子捉住了 唐台扯辣 把一件直多子揪破 口里牢牢叨叨的 自家念诵道 罢了罢了 这一去有个打杀的情了 不一时到洞口 那大圣坐在石崖之上 骂道 你这囊康的夯祸 你去便罢了 怎么骂我 八戒跪在地下道 哥啊 我不曾骂你 若骂你 就嚼了舌头根 我只说哥哥不去 我自去报师父便了 怎敢骂你 行者道 你怎么瞒得顾我 我这左耳往上一扯 小得三十三天人说话 我这右耳往下一扯 小得时代阎王与判官算账 已经走路把我骂 我岂不听见 八戒道 哥 我晓得你贼头熟脑的 一定又变做个什么东西 坑住我听的 行者叫 小的们 选大棍来 先打二十个见面孤拐 再打二十个悲欢 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 八戒慌得磕头道 哥哥千万看师父面上 饶了我爸 行者道 我想那师父好人意而立 八戒又道 哥哥 不看师父啊 请看海上菩萨这面 饶了我爸 行者见说起菩萨 却又三分而转意道 兄弟 机智等说 我且不打你 你却老实说 不要瞒我 那唐僧在那里有难 你却来次哄我 八戒道 哥哥没认难处 实是想你 行者骂道 这个好打的烈火 你怎么还要折消我 老孙身回水帘洞 新竹取经送 那师父步步有难 处处该在 你趁得而告新我 免打 八戒闻得此言 叩头上高道 哥啊 分明要瞒着你 请你去的 不欺你这等殃领 饶我打 放我起来说吧 行者道 也罢 起来说 众猴撒开手 那呆子跳得起来 两边乱张 行者道 你张身吗 八戒道 看看那条路空祸 好跑 行者道 你跑到那里 我就让你先走三日 老孙则有本事 赶转你来 快早说来 这一脑发我的性子 断不饶你 八戒道 实不瞒哥哥说 自你回后 我与沙僧堡师父前行 只见一座黑松林 师父下马 叫我画斋 我阴许远 五一个人家 辛苦了 略在草里睡睡 不想沙僧别了师父 又来寻我 你晓得师父没有作性 他独步临间晚景 出的林 见一座黄金宝塔放光 他只当寺院 不期塔下有个妖精 名幻黄袍 被他拿住 后边我与沙僧回寻 只见白马 行囊 不见师父 随寻至洞口 与内怪厮杀 师父在洞 幸亏了一个救星 原是宝像国王第三个公主 被那怪舍来者 他修了一封家书 托师父寄去 虽说方便 解放了师父 到了国中 递了书子 乃国王就请师父降妖 娶回公主 哥 你晓得 那老和尚可会降妖 我二人富去与战 不知那怪神通广大 将沙僧又捉了 我拜阵而走 伏在草中 那怪便做个俊巧文人入朝 与国王认亲 把师父变做老虎 有亏了白龙马 也献龙身 去寻师父 师父倒不曾寻见 去遇着那怪在银安殿饮酒 他便一公额 与他寻酒 五道 欲成鸡尔坎 反被他用满堂红 打上马腿 就是他教我来请师兄的 说道 师兄是个有人有义的君子 君子不念旧恶 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 万万哥哥念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之情 千万救他一救 行者道 你这个呆子 我临别之时 曾叮咛又叮咛 说道 若有妖魔捉住师父 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 怎么却不说我 八戒有四两道 请将不如鸡将 等我鸡他一鸡 道 哥 不说你还好力 只为说你 他一发无状 行者道 怎么说 八戒道 我说妖精 你不要无礼 莫害我师父 我还有个大师兄 叫做孙行者 他神通广大 善能想妖 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那怪文言 越夹愤怒 骂道 是个什么孙行者 我可怕他 他若来 我包了他皮 愁了他筋 砍了他骨 吃了他心 饶他猴子兽 我也把他剁炸锅油烹 行者文言 就气得抓耳挠三 饱躁乱跳倒 是那个敢这等骂我 八戒道 咳咳息怒 是那黄袍外置等骂来 我顾学于你听也 行者道 贤弟 你起来 不是我去不成 既是妖精敢骂我 我就不能不降他 我和你去 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 普天的神将看见我 一个个空背攻身 口口称呼大圣 这妖怪无礼 他敢被前面后骂我 我这去 把他拿住 碎尸万段 以暴骂我之仇 暴毙 我即回来 八戒道 哥哥正是 你只去拿了妖精 报了你仇 那时来与不来 任从遵义 那大圣才跳下呀 撞入洞里 脱了妖翼 整一整紧直多 数一数虎皮军 直了铁帮 静出门来 慌得那群猴拦住道 大圣爷爷 你往那里去 带窃我们耍子几年也好 行者道 小的们 你说那里话 我保唐僧的这桩石 天上地下 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 他倒不是赶我回来 倒是叫我来家看看 送我来家自在耍子 如今只因这件事 你们却都要仔细看守家业 一时插柳栽松 无得废坠 带我还去保唐僧 取经回东土 攻城之后 仍回来与你们共的天真 众侯各个领命 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加云 离了洞 过了东洋大海 至西岸 着云光 叫道 兄弟 你且在此慢行 等我下海去静静身子 八戒道 茫茫的走路 且静胜了身子 行者道 你那里知道 我自从回来 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 师父是个爱前静的 恐怕嫌我 八戒于此 使时得行者是片真心 正无他意 许于喜毕 附驾云西静 只见那金塔放光 八戒指道 你不是黄袍怪家 沙僧还在他家里 行者道 你在空中 等我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 好与妖精见证 八戒道 不要去 妖精不在家 行者道 我晓得 好猴王 暗落降光 静置洞门外观看 只见有两个小孩子 在那里使弯头棍 打毛球 抢窝耍子力 一个有十来岁 一个有八九岁了 正细处 被行者赶上前 也不管他是张家里家的 一把抓着顶搭子 提将过来 那孩子吃得好 口里夹骂带哭的乱嚷 惊动那波月洞的小妖 急报与公主道 奶奶 不知甚人 把二位公子抢去也 原来那两个孩子 是公主与那怪生的 公主文言 忙忙走出洞门来 只见行者提着两个孩子 站在那高崖之上 一欲往下灌 慌得那公主立声高叫道 那汉子 我与你没甚相干 怎么把我儿子拿去 他老子厉害 有些差错 绝不与你甘休 行者道 你不认得我 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 孙悟空行者 我有个石队沙和尚 在你洞里 你去放他出来 我把这两个孩儿还你 撕这般两个换一个 还是你便宜 那公主文言 急往里面 喝退那几个把门的小妖 亲动手 把沙僧解了 沙僧道 公主 你莫解我 恐你那怪来家 问你要人 逮累你受气 公主道 长老 你是我的安人 你替我折遍了家书 救了我一命 我也留心放你 不期洞门之外 你有个大师兄孙悟空来了 叫我方你离 一 那沙僧一闻孙悟空的三个字 好便似醍醐灌顶 甘露自新 一面天生喜 满腔都是春 也不似闻的个人来 就如石这一方金玉一般 你看他左手服役 走出门来 对行者施礼道 哥哥 你真是从天而降眼 万气救我一救 行者笑道 你这个沙尼 师父念锦过咒 可肯替我方便一声 都弄嘴施展 要望师父 如何不走西方路 却在这里敦身吗 沙僧道 哥哥 不必说了 君子人既往不救 我等是个败君之将 不可于勇 救我救而罢 行者道 你上来 沙僧才纵身跳上石崖 却说那八戒亭立空中 看见沙僧出动 急按下云头 叫声 杀兄弟 新人 新人 沙僧健身道 二哥 你从哪里来 爸借道 我昨日拜镇 一间进城 毁了白马 是师父有难 被黄袍使法 便做个老虎 那白马与我商议 请师兄来的 行者道 歹子 解修续阔 把这两个孩子 各抱着一个 先进那宝像城 取金的怪来 当我在这里打他 沙僧道 哥 怎么样击他 行者道 你两个架起云 站在那金丸殿上 莫芬好歹 把那孩子 往那白玉 劫前一贯 有人问你是圣人 你便说是 黄袍妖精的儿子 被我两个 拿将来演 那怪听见 管情回来 我却不需 进城与他斗了 若在城上厮杀 必要喷云哀雾 拨土扬尘 惊扰那朝廷 与都关 黎叔 举不安也 八戒笑道 哥哥 你但干事 就左我们 行者道 如何为左你 八戒道 这两个孩子 被你抓来 以此豪破胆了 这一会 生毒哭哑 再一会 必死无疑 我们拿他 往下一罐 罐做个 若月他子 那怪赶上 肯发 定要我两个 偿命 你却还不是 个前境人 连见证也没你 你却不是 左我们 行者道 他若扯你 你两个 就与他 打将这里来 这里有战场宽阔 我再次等候 打他 沙僧道 正是 正是 大哥说的有理 我们去来 他两个 才以仗威风 将孩子拿去 行者急跳下石崖 到他塔门之下 那公主道 你这和尚 全无信义 你说放了你师弟 就与我孩儿 怎么你师弟放去 把我孩儿又留 反来我们手作甚 行者陪笑道 公主修怪 你来的日子已久 带你令狼 去任他外公去理 公主道 和尚莫无礼 我那黄袍狼比重不同 你若毫了我的孩儿 与他流流惊世 行者笑道 公主啊 为人生在天地之间 怎么便是得罪 公主道 我晓得 行者道 你女留下 晓得甚吗 公主道 我自幼在宫 曾受父母教训 记得古说云 五行之数三千 而罪莫大于不孝 行者道 你正是个不孝之人 该父习生我 母习居我 父母 生我娶老 故孝者 百行之缘 万善之本 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 更不思念父母 非得不孝之罪 如何 公主闻此正言 半赏家耳红面赤 惨贵无地 胡施口道 长老之言最善 我岂不思念父母 只因这妖精将我射骗在此 他的法令又紧 我的步履又难 路远山摇 无人可传阴信 欲要自尽 又恐父母以我逃走 世中不明 故没奈何 苟延残喘 成为天地间一大罪人也 说吧 泪如泉涌 行者道 公主不必伤悲 竹八戒曾够心我 说你有一封书 曾救了我师父一命 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 老孙来 关于你拿了妖精 带你回朝见价 别寻个家伙 侍奉双亲到老 你一如何 公主道 和尚了 你莫要寻死 左者你两个师弟那样好汉 也不曾打得过黄袍狼 你这般一个 金多骨少的兽鬼 一丝个螃蟹模样 骨头都长在外面 有甚本事 你敢说哪有某之话 行者笑道 你原来没眼色 认不得人 苏语云 虽炮虽大无精良 趁他虽小牙签金 他们相貌 空大无用 走路抗风 传疑肺部 重火星空 顶门腰软 痴是无功 咱老孙小字小 金姐 那公主道 你真各有手段吗 行者道 我的手段 你是也不曾看见 绝会想要 既能福怪 公主道 你却莫误了我业 行者道 决然误你不得 公主道 你既会想要福怪 如今却怎样拿他 行者说 你且回避回避 莫在我这眼前 躺他来时 不好动手脚 只恐你与他轻农了 舍不得他 公主道 我怎的舍不得他 其激流欲子者 不得已耳 行者道 你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 岂无情义 我若见了他 不与他而戏 一棍便是一棍 一拳便是一拳 需要打倒他 才得你回朝见价 那公主果然 依行者之眼 往劈静处躲避 也是他因缘该尽 故遇着大盛来临 那侯王把公主藏了 他却摇身一变 就变作公主一般模样 回转洞中 砖后那怪 去说八戒 沙僧把两个孩子 拿到宝箱国中 往那白玉街前左下 可怜多冠做个肉饼相似 鲜血泵流 骨骸粉碎 慌得那满朝多冠报道 不好了 不好了 田上冠下两个人来了 八戒立声高叫道 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 被老猪与沙地拿将来演 那怪还在银安殿 宿酒微醒 正睡梦间 听得有人叫他名字 他就翻身 抬头观看 只见那云端里是猪八戒 沙和尚二人吆喝 妖怪心中暗想到 猪八戒便也罢了 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 他怎么的出来 我的魂家怎么肯放他 我的孩儿怎么得到他熟 这怕是猪八戒 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 故将此寄来击我 我若认了这个饭头 就与他打 咦 我却还还九里 假若被他铸上一把 却不灭了这个威风 识破了那个关鞘 且等我回家看看 是我的儿子 不是我的儿子 在与他说话不吃 好妖怪 他也不辞王家 转山林 竟去洞中查信息 此时朝中已知 他是个妖怪了 原来他夜里吃了一个公鹅 还有十七个托命去的 五更时揍了国王 说他如此如此 又因他不辞而去 越发知他是怪 那国王急著多关 看守住假老虎不提 却说那怪警会动口 行者见他来时 设法哄他 把眼挤了一击 扑素素泪如雨落 而天的地跌脚垂胸 于此洞里嚎啕痛哭 那怪一时间那离人的 上前搂住道 混家 你有何事 这般烦恼那大盛编程的鬼话 捏出的虚词 泪汪汪的告道 郎君啊 常言道 男子少妻才没主 妇女无夫身落空 你昨日进朝认亲 怎么回来 今早被猪八戒 结了沙和尚 又把我两个孩抢去 是我苦告 更不肯饶 他说拿去朝中认认外公 这半日不见孩儿 又不知存亡如何 你又不见来家 叫我怎声割舍 故此止不住伤心痛哭 那怪文言 心中大怒道 真个是我的儿子 行者道 正是 被猪八戒抢去了 那妖魔气的乱跳道 罢了 罢了 我儿被他灌杀了 一世不可活眼 只好拿那和尚 来与我儿子 偿命报仇罢 混家 你且莫哭 你如今心里觉得怎么 且一致一一致 行者道 我不怎的 只是舍不得孩儿 哭得我有些心疼 要磨到 不打紧 你挺起来 我这里有件宝贝 只在你那藤上摸一摸 就不疼了 却要仔细 休使大指而谈着 若使大指而谈住啊 就看出我本相来了 行者闻言 心中暗笑道 这颇怪 道言老是 不动刑法 就自驾供了 等他拿出宝贝来 我是谈他一谈 看他是个什么妖怪 那怪协助行者 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 却从口中吐出一件宝贝 有机子大小 是一颗舍粒子 玲珑内丹 行者心中暗息道 好东西也 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做工 练了几年磨难 配了几盏雌胸 练成这颗内丹舍粒 今日大有缘法 遇着老孙 那猴子拿将过来 那里有什么疼处 他故意摸了一摸 一指头弹将去 那妖慌了 劈手来抢 你思量 那猴子好不流洒 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 那妖魔攒住拳头就打 背行者一手隔住 八连摸了一摸 献出本相 道声 妖怪 不要无礼 你且认认看我是谁 那妖怪见了 大惊道 魂家 你怎么拿出这一副嘴脸来 咽 行者骂道 我把你这个破怪 谁是你魂家 连你祖宗也还不认得理 那怪忽然醒悟道 我像有些认得你理 行者道 我且不打你 你再认认看 那怪道 我虽见你眼熟 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 你果是谁 从那里来的 你把我魂家孤倒在何处 却来我家 榨有我的宝贝 注食无礼 可恶 行者道 你是也不认得我 我是唐僧的大徒弟 叫做孙悟空行者 我是你五百年前的 就祖宗历 没怪道 没有这话 没有这话 我拿住唐僧时 只知他有两个徒弟 叫做猪八戒 沙河上 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 你不知是那里来的个怪物 到此骗我 行者道 我不曾同他二人来 是我师父因老孙 灌打妖怪 杀伤甚多 他是个慈悲好善之人 将我逐回 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 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 那怪道 你好不丈夫啊 既收了师父赶诸 却有什么嘴脸又来见人 行者道 你这个颇怪 己知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父子无格宿之仇 你伤害我师父 我怎么不来救他 你害他便也罢 却又被前面后骂我 是怎的说 妖怪道 我何尝骂你 行者道 是猪八戒说的 那怪道 你不要信他 那个猪八戒尖住嘴 有些会说老婆舌头 你怎听他 行者道 且不必讲此闲话 只说老孙今日到你家里 你好怠慢了远客 虽无酒赚款待 头却是有的 快快将头伸过来 等老孙打一罐当茶 没怪闻的说打 呵呵大笑道 孙行者 你差了计较了 你既说要打 不该跟我进来 我这里大小群妖 还有百石 饶你满身是手 也打不出我的门去 行者道 不要胡说 莫说百石个 就有几千几万 只要一个个查明白好打 棍棍无空 教你断根绝技 那怪文言 急传号令 把那山前山后群妖 洞里洞外猪怪 一起点起 各执气泻 把那三四层门 秘密拦阻不放 行者见了 满心欢喜 双手立棍 和声叫 便 便得三头六臂 把金箍棒晃一晃 便做三根金箍棒 你看他六只手 使着三根棒 一路打将去 后便似虎入羊群 应来激诈 可怜那小怪 汤柱的头如粉碎 滑着的血似水流 往来纵横 如入无人之境 只剩一个老妖 赶出门来骂道 你这破猴 其实被拦 怎么上门子 欺负人家 行者急回头 用手招呼道 你来 你来 打到你 才是功绩 那怪物 举宝刀 分头便砍 好行者 车铁棒 底面相迎 这一场 在那山顶上 半云半雾的杀力 大圣神通大 妖魔本是高 这个横里生铁棒 那个斜举站钢刀 油油刀起鸣侠量 轻轻棒架踩云飘 往来户顶翻多次 反复浑身转树糟 一个随风更面目 一个立的把身摇 那个大正火眼身原臂 这个鸣晃金金者狐妖 你来我去交锋站 刀营棒架不相饶 猴王铁棍一三裂 怪物钢刀暗溜淌 一个惯形手段为魔主 一个广施法力保唐僧 猛烈的猴王天猛烈 英豪的怪物长英豪 死生不顾空中打 都为唐僧拜佛摇 他两个战有五六十盒 不分胜负 行者心中暗喜道 这个破怪 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 老孙的这根棒 等老孙丢个破绽于他 看他可扔的 好猴王 双手举棍 是一个高探马的柿子 那怪不识事迹 兼有空 捂住宝刀 竟奔下三路砍 被行者急转个大钟瓶 挑开他的口刀 又使个夜底偷逃逝 望妖精头顶一棍 就打得他无影无踪 急收棍子看出 不见了妖精 行者大惊道 我儿啊 不经打 就打得不见了 果是打死 好到也有些浓血 如何没一毫踪影 想是走了 急纵身跳在云端里看出 死边更无动静 老孙这双眼睛 不管那里 一抹都见 却怎么走得这等流伞 我晓得了 那怪说有些人认得我 想必不是凡间的怪 多是天上来的惊 那大圣一时忍不住怒发 攒住铁棒 打个金斗 只挑到南天门上 慌得那旁 刘 刘 狗 逼 章 逃 凳 心等重 两边躬身空背 不敢拦队 让他打入天门 直至通明殿下 扫有章 阁 徐 邱四大天师问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殷宝唐僧至宝像国 有意妖魔欺骗国女 伤害无事 老孙与他赌动 正斗间 不见了这怪 想的怪不是凡间之怪 多是天上之经 特来查看 每一路走了甚么妖神 天师闻言 急进灵霄殿上起奏 蒙差查看九要新关 十二元臣 东西南北中央五赌 和汉君臣 五月四读 普天神圣都在天上 更无一个赶离方位 又查那斗牛宫外二十八祖 颠倒只有二十七位 那一读少了魁星 天师回奏道 魁木郎下界了 玉帝道 多少识不在天了 天师道 四卯不到 三日点卯一次 今已十三日了 玉帝道 天上十三日 下界已是十三年 急命本部收他上界 那二十七处星园 领了旨意 出了天门 各念周语 惊动回心 你到他在那里躲避 他原来是孙大圣 大闹天宫时 打怕了的神将 闪在那山剑里前栽 被水汽引住妖云 所以不曾看见他 他听了本部星园念咒 方感出头 随众上界 被大圣拦住 天门要打 幸亏众星劝主 押见玉帝 那怪腰间取出金牌 在殿下叩头那罪 玉帝道 魁慕郎 商界有无边的盛景 你不受用 却撕奏一方 何也 魁肃叩头奏道 万岁 赦臣死罪 那宝像国王公主 非凡人言 他本是皮箱电视箱的玉女 阴欲与臣思通 陈恐点误了天宫圣境 他思凡先下界去 脱身于皇宫内院 是臣不负前妻 殿作妖魔 占了名山 舍他到洞府 与他配了一时三年夫妻 一银一拙 莫非前定 经被孙大胜到此成功 玉帝闻言 收了金牌 便他去兜律宫 与太上老君烧火 带奉拆草 有功赋职 无功众家其罪 行者见玉帝如此发放 心中欢喜 朝上唱个大诺 又向众神道 列位 启动了 天师笑道 那个猴子还是这等村俗 替他收了怪神 也道不谢天恩 却就畅诺而退 玉帝道 只得他无视 落在天上清平是兴 那大圣暗落降光 静转丸子山坡跃动 寻出公主 将那司凡下界 收妖的言语证然沉诉 只听的半空中八戒 沙僧历声高叫道 师兄 有妖精 留几格我们打烟 行者道 妖精已尽决矣 沙僧道 既把妖精打绝 无人挂碍 将公主引入仇中去罢 不要睁眼 兄弟们使个缩地法来 那公主指纹的耳内风响 煞时间竟回城里 他三人将公主带上金碗殿上 那公主攻拜了父王 母后会了姊妹 各官聚来拜见 那公主才起奏道 夺亏孙长老法力无边 降了黄袍怪 就奴回国 那国王问曰 黄袍是个甚怪 行者道 陛下的驸马是上界的魁星 令爱乃是乡的玉女 阴死凡降落人间 不非小可 读阴前世前缘 盖有这些音卷 那怪被老孙上天宫 骑奏玉帝 玉帝查得他四毛不到 下界十三日 就是十三年了 盖天上一日 下界一年 随差本部清秀 收他上界 便在兜律宫 立宫去弃 老孙却就得令爱来也 那国王谢了行者的安德 便叫 看你师父去来 他三人静下宝殿 与众官到朝房里 抬出铁笼 将夹虎借了铁锁 别人看他是虎 独行者看他是人 原来那师父被妖术眼珠 不能行走 心上明白 只是口眼难开 行者笑道 师父啊 你是个好和尚 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 你怪我行凶作恶 赶我回去 你要一心向善 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 八戒道 哥 救他救儿吧 不要只管接挑他了 行者道 你凡是窜梭 是他个得意的好徒弟 你不救他 又选老孙怎的 人与你说来 代降了妖精 报了骂我之仇 就回去的 沙僧尽前跪下道 哥 古人云 不看僧面看佛面 兄长既是到死 万望救他一救 若是我们能救 也不敢许远的来奉请你 行者用手挽起道 我岂有安心不救之力 快取水来 那八戒飞兴去一中 取了行李 马匹将紫金剥鱼取出 盛水伴于 地狱行者 行者皆水在手 念动真言 忘了虎劈头一口喷上 退了妖术 解了狐气 长老献了原身 定性征惊 才认的是行者 一把掺住道 悟空 你从那里来也 沙僧势力左右 把那请行者 向妖精救公主 解虎气 并回朝上相事 被沉了一遍 三藏谢之不尽道 贤徒 亏了你也 亏了你也 这一句 早一西方 竟回东土 祖堂王 你的功劳第一 行者笑道 莫说 莫说 但不念那话 足敢爱后之情也 国王闻此言 又劝谢了他四众 整治素颜 大开动革 他师徒受了黄恩 死亡西去 国王又率多关远送 这正是 君回宝殿定江山 僧去雷阴参佛祖 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 几时得到西天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 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长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领导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我订阅这个频道 我订阅这个频道